大家好我是竹北台大店的旭昌 那今天要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竹北全新的电梯透天 那我们的位置啊是属于我们的水龙重化区 我们可以看到附近啊全部都是透天型的住宅 虽然它的店面还少 但是它未来的开发性算是还蛮大的 这边上台园或者是我们走县正二路 上交流道去科学园区也都蛮方便的 那以生活经验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刚好是卡在县三跟县二 还有中正东路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在机能上面的话去哪里采购 或是说要吃一点东西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介绍吧 九木域呢这个社区它是一共有10户 那它是九合开发九木建设 那当初呢它打造的是一座运厂想象的建筑 以自然的元素木格柵还有绿砖墙呼应城市难得的静谜 创造生活围景观错落的横线树条 穿透性的阳台露台形成流动性的立面层次 当光影透过木格柵穿透进入室内洒落一地的自然舒适 映造出一座蕴含生活的质感建筑物 那我们来到这一户呢我们的全壮屏数是87.6 那土地面积屏数的话大概是30.83 因为我们买透天可能大家最care是量车位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啊 它的宽度大概是5米3 那长度来讲的话是5米7 所以其实基本上可以放两个车位 旁边在穿插几台摩托车 其实位置上都是还OK还蛮够的 当初建商在规划我们透天的时候啊 它就已经做好我们电动车的管线了 那如果说未来有特斯拉或是电动车其他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安装充电桩充电就可以了 那这边很特别是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间的 电表 以及瓦斯还有水表我们都是放在这边的 那建商很特别我们一二楼做一个 三四楼也做一个 那相对起来的话我们在用电上面缴纳电费的话会比较节省一点 一进来之后啊是来到我们客厅 以及我们旁边餐厅的部分 那客厅的话像很多人都会mine care说我们家中的沙发啊可以放多少 那现场有实际量过 我们这道墙啊到那道墙的话差不多就是4米3左右的大小 其实可以坐差不多6到8人的座椅 其实都是OK的 沙发墙到我们的电视墙它实际的宽度差不多有5米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厨房的部分啊 全部都是配樱花的厨具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放一台非常非常大的冰箱 双门的其实都是OK的 那建商的话当初也这边的话是预留一个中岛的位置 那整体的空间感会比较大 那很多我们透天型的产品啊 我们楼梯下方的话都会做一个储藏空间 所以楼梯这边的空间来讲的话储藏空间算是非常非常大的 建商还有额外给我们一个小空地 那这边的空地呢算是一个天井 对其实它这边可以放一些家电 其实在使用上规划来讲的话都还蛮方便的 空间感都还蛮多的 那我们右手边呢是看到我们做一个半套式的卫浴 也有一个对外窗 所以在这边使用上厕所来说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看到左手边这边的话是用我们现在有大电梯 它实际人数啊是可以塞差不多6个人左右 来到我们二楼的部分啊 都是我们主卧的空间 来到我们二楼的部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光是主卧空间 差不多是6.9平左右的大小 像一般大楼型的产品 它们的主卧可能3到4平 那我们以透天这边来讲的话 真的算是还蛮大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二楼的部分啊 它有配一个户外阳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感其实非常大 还有一个特点是在于说因为当初建商啊 他们过来的话是用格栅的造型 相对来说对我们主卧室来讲的话 会比其他的邻居 隐私上面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卧的另外一头空间 也就是我们的更衣间跟我们的主卧卫浴 它的频数是来到2.3平 那不管是我们的系统收纳柜 或是摆放一些杂物啊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空间 其实它整体的舒适感以及空间的来源 都还蛮好规划的 那再来是看到我们的主卧卫浴 它整体的空间也是蛮大的 那是标配一个浴缸 跟我们一个干湿分离 还有配一个免制马桶 那我们来到我们三楼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这空间来讲的话 真的还算不错 我们在这边啊 可以做一些系统柜 对那上方的话 一样可以摆放一些系统柜 正常来说的话 会把它做满 那我们再接着看到我们 卫浴的部分 建杀也是标配三件式的TOTAL卫浴 那也是做一个大面积的开窗 我们接着来到我们是 三楼的卧室 在一般大楼里面的话 像前面刚刚有说到 我们一般主卧的频数 可能是 3到6坪左右而已 那像这一间的话 光它的频数 大约差不多是 5.6坪左右 不管是 小朋友 他未来要升国小啊 国中 高中 甚至是大学 或者是长大出社会以后 这边的空间 都是非常够用的 那我们这一间卧室啊 一样有配一个 个人的阳台 像我们这边阳台的话 那空间也是蛮大的 我们可以放一张 小蓝椅 还有小桌子 那下午的时候啊 可以喝杯咖啡 在那边看看书 那我们来到第3楼的第2间卧室 其实刚刚现场也要量过 它的频数大约是 4.3坪 其实也是媲美蛮多社区大楼里面的 主卧室 你可以看一下它空间 它空间一样很大 从小住到大 都不是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到 4楼的体间 那可以看一下 我们4楼的房间 其实都是跟 3楼的格局是 差不多的 只是因为我们是 4楼部分 所以踩光啊又会更好一点 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是来到5楼的位置 那5楼的话 它有配一个 后工作阳台 跟一个前面的 屋顶平台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工作阳台的部分 工作阳台的部分的话 这边啊 后面其实都可以 做一些踩光罩的部分 那这边蛮适合 就是摆放洗衣机 烘干机 其实在整体的空间来讲的话 包括4F空间杆都还蛮大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 前阳台的部分 前阳台的部分呢 我们会先遇到一个 游戏室 或是是有人在做 神明厅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屋顶平台的部分 我们上面呢 一样可以跟邻居做一个 采光罩 那这边的空间呢 就蛮适合做一些 圆翼 在大型的衣物 甚至有时候 夏天的时候啊 小朋友他们想要游泳 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一个 充气的游泳池 让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看完我们今天介绍的 竹北电梯偷天 是不是很心动呢 那以这种房间数 还有它的 屏数来讲的话 家中有长辈要照顾的 我觉得就蛮适合来这边居住 因为它有电梯 生活技能来讲的话 我们是处在于 县二县三 还有中正道路的中心点 去哪里采购都非常方便 像如果说我们去台原 以及我们上县正二路 到竹科的交流道 都还蛮方便的 喜欢这些房子的话 欢迎逾越赏屋 阿昌的电话在这边 那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未来啊 我们会持续更新更多好岸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